AudioJungle 让中国人的芯片早日能抢回来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集成电路,也即是芯片行业,一直都是我国发展的一大痛点,单去年一年对外芯片行业贸易逆差就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1.2万亿什么概念呢? 根据最新数据,2018年我国军费预算,也就1.1万亿,这就是说我国每年单是在芯片进口上的花费就可以再建立起一只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力量了,可是碍于国内产业现实,这笔钱也不得不花啊,那么芯片究竟在现代制造业体系中的价值有多重要呢? 咱们就拿每天都离不开的智能手机举例,美国苹果公司开发的iPhone从研发设计及销售,平均下来一部iPhone可以给苹果公司带来360美元的价值,而其中每日韩所控制的关键零配件就占了其中的187美元,而最终作为iPhone最大组装生产基地的中国富士康只能拿到6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苹果公司一部手机创造的价值是中国的60倍,害怕不害怕,而我国的国产手机当中核心芯片最少80%,也是依靠着美国高通、韩国三星等几家芯片公司,最近这十多年,中国涌现包括中芯国际、红利半导体在内的一大批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芯片制造企业,中国芯片产能增长两倍,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的中国芯片,还主要以中低端为主,与国际先进的芯片制造商相比,目前我国芯片产业,还要整整落后一到两代,尽管我国政府最近十多年来不断推出了各种扶持政策, 希望自己的芯片产业能有一个大飞跃,但往往偏不遂人愿,这些年下中国人自己的芯片产业,还是很难在全世界站得住自己的一份市场,放眼整个芯片应用领域,目前我国芯片自给率,也仅仅在27%左右,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离不开的问题就是钱了,芯片产业历来都是资金、技术和人才高度密集的行业,无论是我国台湾省的台积电还是韩国三星, 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发企业自身的巨大资本投入,以及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倾斜, 各位要知道,一条先进的芯片制造生产线,动辄都是拿数十亿,上百亿人民币,这么多银河一般的私人企业,显然没有这么大财力可以撑得住,另外还有个大坑就是设备者就备了, 过去咱们的方正搞了一条价值60多亿元的芯片生产线,准备大干一番,可谁曾刚刚开始出现盈利,这条花费巨资的生产线,也因为技术升级,而需要淘汰了,再继续升级生产线,却没有这么多的银子, 因此方正公司投入巨资,经营十多年的芯片产业,也基本没什么前景了,随着这两年4G时代的到来,国产芯片企业也迎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目前华为海思则已经成为除了美国高通以外,唯一已经量产4G手机芯片的厂商,其产品在亚太、欧洲、拉美等全球市场,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固定客户群体, 为什么一定要搞出自己的芯片产业呢?怎么就不能全部买美国货呢?不是说现在都是全球化了吗?道理没错,但期货可居也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人家外国人的产品垄断了咱们的市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控住价格,吸中国的血,就拿过去的胶片机时代来说,当初就因为咱们有自己的勒凯胶卷, 美国的柯达胶卷在国内的价格就要比俄罗斯等国家便宜得太多,要知道当初柯达在俄罗斯的价格要是国内的四倍还多, 虽然勒凯和柯达有一定差距,但有自己的勒凯在下面撑着,柯达始终就不敢卖得太贵, 今天的中芯国际,华为等公司,就是在做着类似的事,哪怕咱们自己的产品在技术上还不能和高通,三星这样的超级大佬拼杀, 但只要能实现量产,三星和高通们就会有所顾忌,就不敢肆意抬价, 我们的芯片已经走完了有没有的阶段,剩下的好不好,就让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和国家共同加油吧。